今天中天新闻持续追 因为非常的重要 国家不能监控人民 这个王毅川所谓的手机监控遗云 我们看到三大电信龙头都已经跳出来 切割否认说 并没有把资料提供给王毅川 那现在在野党提出了另一个质疑 难道是这个之前呢 徐晓星就说是不是政府在利用 疫情时指挥中心的疫调系统 现在用作监控人民的手段吗 而时任卫福部长 现任行政院政委的陈时中反驳 说疫调足迹在28天之后 就会自动销毁 这些资料并不会提供 其他的政府单位来使用 这几天有跟王毅川联过吗 注意哦 小心哦 都被说是您的子弟兵 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佳龙是林佳龙 我也没有这个事情跟他有什么讨论 柳川三川什么王毅川 这种类似就是非常相挺的话 所以王毅川能够有今天跟林佳龙脱不了关系 但当我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只说林佳龙是林佳龙 王毅川是王毅川 似乎他们两个过去的感情已经都不在 而且是明确的切割了 当时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就建制了一个系统是你去了哪里 那他都可以透过你的手机资料去比对 第一 王毅川讲的说法是可行的 第二 这一些所谓的疫调相关的系统建制 到底有没有全数销毁 现在我们是打一个位置号 他们只有告诉我们说资料28天会销毁 可是没有说整个系统是否仍然存在 这个资料后来有在销毁 未来还能够 销毁那时候在法上就明确规定 叫28天内要销毁吗 建构这个系统之后 会不会转给国安单位来做相关的使用 这一点我们也是打上很大的问号 那会不会提供给特定的 会不会 任何单位都不提供除了疫调以外 那把守很严格 不然你谨慎单位或其他单位都不提供 就是只有当时的信息 对对对 王毅川他直接带啦啦的 让我们知道了 其实国家政府是有在监控人民的 那监控人民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由民进党的政策会 这个主任自己讲出来 关于王毅川的事情 目前三大电信业者调院的如何了吗 我们有在调查 那中华电信有没有可能提供给 政府的特定人士 他们已经所在调查 这个数位的收集本来就是依照 各自法和相关法律去规定吧 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在说 这个个人资料有没有去识别化 变成所谓的大数据 是在这里 那为什么王毅川他可以看到 因为我不晓得他资料是什么 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说他手上有参考资料 有提到了基地台 然后用讯号的方式 但是他昨天完全的改变说法 说他没有资料 他是用这个识别 觉得这个小草男生多 然后我们的人男女都有 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其实我就是认为 他只是想要违避 他自己说出口的烂谈字 好那当然现在也合理怀疑 我们的书发布有没有介入呢 对此书发布表示 需要同时取得基地台服务之 用户的号码 以及账户客户资料库的资料 来进行交叉比对 一般的民众同时取得 两个资料的可能性极低 更无法分析特定区域用户的年龄层 好来看到 那么王毅川贴出了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的 景点人流分析澄清 表示这只是常用的数据分析 但是英文游淑慧就表示 王毅川拿台中景点人流分析 是要来混淆视听 讲白话的意思就是 资料知道谁是谁 而是做到这项技术 只有国家机器可以办到 我们来听游淑慧的说法 王毅川他自爆的 你如果就还原他讲的每一句话 他是知道谁是谁的 因为他讲说这一批人 不是那一批人 我们从训练去比对过了 不是同一批人 所以他知道哪一批人是哪一批人 可是还是有人帮他洗啊 比如说高嘉瑜 他说王毅川个人从照片去比对 因为519小草游行 跟524立院外的群众照片 可以看出男生女生的比例 各是多少 因为519男生多 524女生多 我刚刚都说男女年龄 那个都是去世别化 你还是不知道这一群女生 是不是那一群女生 你还是不知道啊 而且重点王毅川是讲说 从基地台的数量 基地台的数量 那不是按照网路图片 那帝川后面的解释 他有说他有人孔辨识 那没有关系 那即便是这样子 你分辨得出来 你知道没有一个照相的解析度 可以高到几万人的每一张脸 你都可以清楚地分析脸孔 你可能可以大致判断 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 这一批女生是不是那一批女生啊 但是他是清楚地知道 这一批人不是那一批人 这就是我说的 他有办法识别化 我知道你是哪一批 我知道你有没有来 我知道你没有来 你去那里了 这个就是监控 这个就是拥有个资 因为你有办法识别化 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今天王毅春后面的说法 好像有些还没讲 有一些笨笨的跟着上册说 脸孔辨识有 国家机器有能力做到 谁有 警察局 警证署 我们现在在侦办犯罪的 数位化监视器 就是有脸孔辨识跟车牌辨识的功能 所以他有办法做到去调阅影片 沿路比如说今天往青岛东路集中的 捷运站的影片 马路的影片 把影片调阅下来 因为都是高解析度的 回去后台用特殊庞大的软体 那些都是上千万软体 只有数位不有 去进行解析 去进行比对 很困难很庞大 国家机器做得到 没有任何私人做得到 那么虽然三大电信业者都急着跟王毅川来撇清 但是时事评论员谢寒冰质疑一般民众在签约时根本无从得知自己的个资是否有被业者卖掉 谢寒冰认为国会这次除了要监督之外更要修法 我们有授权同意中华电信或是远传或是台歌大 可以把我们的个资 就是说这些通信的相关记录贩卖给一般业者吗 我们有授权过这件事吗 你当初在签的时候有签过 签合约的时候有签吗 其实上面有模模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他并没有很严格的限定什么范围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要拜托原资 就是你们这一次除了监督他们之外 重点是要修法 要严格的限制电信公司 去利用我们相关的这些资讯 其实欧宏相关的法律这个是最严格的 我觉得是可以参考欧盟的规定 因为说真的 你没有严格的法令限制的话 就给了业者腾挪的空间 因为你要知道它里头其实是 它是可以卖给特定企业的 对你看像我说没有签啊 我没有签啊 可是事实上我肯签的其中有一个 里面涵盖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办门号的时候 那么大一张谁会每个字看 你看完那个公司就打烊了 你也不用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拜托立法院 一定要帮我们去做到这一点 因为太多的人民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个字被卖掉都不晓得 然后这些公司赚了这些钱 也从来没回馈给我们 他们就赚走了 然后他们到底给了谁也不知道 老实讲啦 不用去怀疑说中华电信政府 可不可以操控 中华电信总统长是政府指派的 对 所以你觉得他可不可以操控呢 所以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 远传台歌大跟中华电信 三家都撇清 可是这其中只有中华电信 并没有讲说他没有卖这些资料 他只是讲说我没有提供给王一川 他讲的是这个 他并没有说他没有出售过 类似的资料 他没有讲 所以表示他可能出售给别人 只是那个人不是王一川 但那个人可能拿给王一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中华电信的责任 是要去厘清的 这个绝对不是你发个声明就可以算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